他这边的人情味 左邻右舍大家都彼此的关照 彼此的嘘寒温暖 这个默契本身就是在不言之中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I know the community is a good bond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走在牛车水的街头 十四座落 多元文化和美食在此汇集 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在瞬息万变中 还是有一批历史悠久的老字号留了下来 已有足足98年历史的白新春茶庄 因为城市规划而历经三次搬迁 从乔治街搬到凤教街 1998年落户于摩世街 也就是目前的店面 牛车水这一块 明起我们的这些童年时候的一些回忆 那我们从小时候 在新过年过节 或者中秋的时候 我们想方设把拉着父母亲来到牛车水 希望说他们给我买个灯笼 买一套新衣服 这样的感觉是有办法让我们继续一而再一再而三地来到我们的这个牛车水 让我们牛车水的故事继续有办法传承跟讲下去 白新春茶庄经营的是茶叶批发生意 这些年来 面对牛车水房租几度上涨 白新春其实大可令租仓库存放茶叶 但这家老店却是一代传一代 宁可承担额外负担 也不愿意搬迁 为什么会继续留在我们这边牛车水呢 第一他这边的人情味 想想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左邻右舍大家都彼此关照 彼此的那个嘘寒温暖 大日子 过年过节 都有一些大的一些互动 白静火回忆起有一次白新春办活动 不得不占用隔壁邻居店门口的空间 邻居的反应却让他意想不到 我们就跑到隔壁 我们的大同我们的老邻居 跟他说我们有一些活动 倒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你们的一些日常运作 你知道他们打什么 没关系 我们早一点收让你们更容易地运作 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跟感情在 大家才有办法在自语行间 就那一句话就有办法解决 这个默契本身就是在不言之中 与白新春茶庄相隔几百米的不远处 又是另一家老店铺 东兴丙家 同样也走过了88个年头 从我太爷刚开始还是流动小贩的时候 到在斯敏市街他们有一个单位 都是在牛车水 牛车水也是一个 it's the center of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所以 there's nowhere better 那个时候呢 那个人行为就比较厚很多 你走出去那个街上 几乎我认识你 有人识我 他们就通常就会问 那个 You know much often said那个句子 吃饱了吗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去一个地方停一下 去一个地方停一下 因为就是跟这个 这个宅航的打烧呼 跟那个宅航的讲多两句 变成本来那段路是不到十分钟 但是就拉长变成二十分钟 The community is a good bond I personally like that a lot 隔壁林不可信 多年邻居变成青 当然除了这份人情 牛车水的多家老店之间 也坚守着一份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他就有一天就走过来跟我讲 记住哦 你怎么玩 你要保留着那个传统的风味哦 他没有讲得很仔细 但是我大概就是明白 他讲的就是说 不要用一些食材 是比较属于养人风味的 好像巧克力啊 草莓啊 蓝莓啊 或者甚至 黑虫露这些 这些是 不是在我们的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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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甚至去隔壁那些药材店去看 看了很久 有好几次 终于我找到好像桃椒 我就说 好 我就用桃椒 就做新的甜汤吧 就这样就出了一个新的甜汤 其实南洋茶的那个研发也非常简单 早期的茶叶来到这边 有一部分呢 因为水路因为沟通 我们没有办法到达南洋 那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调配 那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调配 有办法让我们继续的供应茶到市场上 所以是为了生存 才有这样的一个茶的调配 那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先辈的精神 流传到我们身上 遇到问题 不怕问题 解决问题 也就是这个南洋茶根本的那个动机 对 那我们在这边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住进本身 几乎每个合同一到 他们就稍微涨了一些 只要它是在一个合理的那个范围呢 我们是觉得说我们继续在牛车水 有办法把我们这边南洋的茶文化 继续的传承的话 是指挥票价的 牛车水的老字号 是早期南洋华人社群的缩影 在历史的长河里 他们担着一份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 但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 老字号是否也面临着挑战呢 看我们那些客户来的客户 我就发现 那些客户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 四十岁以上的 这样子如果多过大概二三十年后 会是怎样呢 如果不能够吸引给那些小的 慢慢慢慢渐渐渐渐渐渐 那些年轻的就对那个产品 或者那一系列陌生了 我就开始 来吸引到那些年轻的顾客 好像一些饼 重量 弄小一点 比较重量 好像核桃树 我们以前核桃树 几十年了 我们的核桃树都是 那么大片 我们可不可以 把那个核桃树变小 当他们在工作上 他们可以 在工作上 就会比较大核桃树 所以这种原因 慢慢慢慢开始接受 一样 两样 三样 就开始变 它给产业继续 因为你必须能够 与不同的年轻 尤其是年轻人 尤其是在这个两年的时候 来了很多这些年轻人 我们作为一个批发商的 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是纯粹为了卖茶而卖茶 比如说有做雪糕 就要来找我们 除了一些传统的一些 卖茶来做雪糕 我们也尝试让他们用一些 白茶 黄茶 甚至于是我们的南洋茶 来做呈现 新的一些茶馆 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虽然说是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 用泡茶的方式 那我们也教导他们说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不可以把一些茶充气 让这些年轻人 更容易来到这个茶的世界 如果在我们这一边 尤其是在我们牛车水 有更好的呈现 让它百花齐放 老实说这样的一个竞争 是一个动力 那我们自己本身老茶行 也可以鞭斥自己 那有这些年轻人来了 我们更不应该 那这些年轻人呢 因为有我们这些老茶行的根基在 你们更不应该要 只是为了开个店来消磨时间 你们更应该要磨练 那希望你也有朝一日 也成为一个老子 正是这种新旧交流传承的精神 让牛车水的生命生生不息 牛车水的故事 未完待续